近年,香港流行共享經濟的社會運作模式 透過共用人力和資源推動經濟 將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可以更有效地使用 《共廚家作》是一個透過共享使用閒置廚房的食物生產平台 讓顧客品嘗在家製作的味道 創辦人Dudu是一名社工 同時他亦希望這個平台可以讓更多基層婦女 有機會經營食物生產的小半生意 過去在天水淮東沖的兩個社區 和我的同事一起做服務 經常接觸街坊說他們會煮很多食物 不過沒有機會合法賣 以致我們想有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平台 讓這些能力可以釋放出來 這是我們想共廚家作的開始 而且這不是出來的本身是不炸的 這不是你幫著賣的 是啊 泰國餐廳老闆吃完都說很棒 英姐是一名基層婦女 她對於攀煮食物有著一份濃厚的熱誠 現在入共廚家作成為家廚 可以有機會和大眾分享她的手藝 因為我有剪那些糕點煮那些果茶 跟大家一起吃 然後幾個年輕人說不如拿去賣 然後我們就說今天你去接單 你去接單我就做 後來就拿到共廚家作和餐廳合作 不過要實現共廚家作的理念 開始的時候都遇到很多困難 開共廚家作開頭都不是那麼順利的 感謝SRE Fund這個基金 讓我們有一個SRE Fund 來開創共廚家作這個項目 得到資金的資助之下 共廚家作就要更進一步 尋找合適的合作單位 而用長時間的餐廳 空置使用的廚房 對於共廚家作來說 正正就是給家廚 發揮所長的理想平台 共廚家作是創新的念頭 我們最初找了很多間餐廳 最後就很好的六間餐廳 願意我們合作 讓一些餐廳老闆 其實去信任我們這個概念 信任這個概念 也信任著我們這間機構 就是真的可以實現到共廚房 也支援到一些機場街坊 我喜歡自己做的 路上瓜 還有花辣椰 還有花辣椰 可以放下人 很漂亮 就可以了 作為餐廳的合夥人 阿哲和阿J都认为共厨家族的理念很有意义 能够合作 除了对餐厅发展有助之余 还可以帮助到基层妇女 知道他们有这个技能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冲击 其实我们的餐厅可以发展 都要靠有不同的新的产品 像这些粮茶那样 令到我们的营业可以更好 这件事我相信我们是一致 帮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收入 将他们带回这个社区 令到他们的生活可能更有质素 有这个空间 可能有这个能力 就可以帮他们实验这个小小的梦想 我知道这件事是释放着妇女的一些能力 但我没想过 这个可能都关系到他们人生 怎么看自己 也都在家里外 同时追寻他们自己的梦想 在一个平台上 他能够将她的手艺实验出来 他再将这份感觉 传给其他他身边的香利 他的兄弟姐妹 大家一起在医共厨吉祖这里 盛在住的就是他们的梦想 我们都很希望这个项目可以成功 更多餐厅可以让出他们的空间 去和共厨分享 有人赚上这个东西 有人买的东西当然会开心 现在的主要就是 根本我在里面 我也是越来越好 很多时候好像我那些果茶 周围都有的 请多多多多尴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